揭秘某无良主播 据说枪响是一个女的 大家好我是贺慈 枪响想必各位小伙伴都不陌生吧 打游戏拥有较强的实力 拿下G岗拿下研究所不在话下 靠着自己的技术深受我们的喜欢 也是在单平台涨粉400多万 俗话说得好 名字大了 什么鸟都有 于是啊 就有某个叉叉说 枪响是一个女的 我们还是老规矩 话不多说 直接上视频 兄弟们出大事了 那个枪响根本就不是个男的 是个女装大了 对你没有听错 枪响就是个女的 昨天下午我去买菜的时候 遇到了一位姐姐 她跟我说 那些网友真好骗 后来我才了解到 她竟然是枪响 枪响啊枪响 我就是蝶夫 前面发现枪响 给我 坐下 记住我叫画面 好了 看完视频 先让我笑一会再说 现在的某些小学生啊 为了热度 竟然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 视频内容呢 全靠胡编乱造 根本就不符合实际 一听你的声音呢 就是一个未成年 嘿 不是我就奇了怪了 我点进你的主页 发现你居然还关注我 凡是别人关注我的话 我这里会显示 一个回观的按钮 还不是我的视频 都是传播正能量 教你们做一个三观正的人 做一个正能量的人 你关注我了 说明你是我的粉丝 你看了我的视频 咋还没学会呢 咋还是一个不良少年呢 我传播的正能量呢 学哪去了 我相信各位小伙伴们 关注我 就是因为我是一个正能量主播 在视频里面传播正能量 教各位呢 做一个三观正的人 而不是关注 还要去做一些无良之事 这个画面呢 关注我还发 这么无聊的视频 说白了 就是为了热度好 让我来统槽它 给它热度 在此呢 我想对你说 请走上正规路 不要做一个三观不正的人 最后 各位小伙伴 要做一个三观正的人 要做一个正能量的人 不要向这个幻璧学习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是贺词 咱们下期见 欢迎订阅 感情